本期等17人建于台湾高铁公司 营业4年8个月 终于在今年100年上年度首度转亏为盈 不过自7年底高铁累积亏损来高达735亿 就在高铁有许多需要改善空间的这个时候 台湾高铁抛出说要用延长折旧年限的议题 那么来作为说它能够产生营业的一个理由 那是否是为了延长台湾高铁的一个特许的营业期 那这样的一个变更的一个折旧的一个方式 才造成它能够转亏为盈 这种玩弄的手法 玩弄财报的一个手法 那是否有当呢 所以我们希望那个交通部应该审慎的评估 持续去监督 而且协助高铁进行改善 而不是说利用财报的一些手段的方式来粉饰太平 而不让它来作为说转亏员的理由 是否有当 请公结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赞 订阅延 之门 olurs jard 订阅 或计划 这种小小儿 αι slogan 何唯 eran 为何kannt Smash 年碰 仆自门 还请公着